12月28日,武汉队前球员高雷雷更新微博,他发布了一张由他所专赠云南农川县21球场的美丽照片。 云南农川县21球场,高雷雷在微博上写到山沟沟岭的21球场格外的可爱。 感谢农川县政府的征地支持孩子们运动农川,至今已经有5座21球场。 县政府另修建了数十座球场体育运动,已经深深扎根农川地区。 新卫高雷雷1998年效力于当年的武汉队,1999年转会回到家乡球队北京国安。 会议后,高雷雷从2007年开始投身足球公益事业11年的时间。 他捐赠建成的21球场已达十余座,截止本月已向贫困地区捐款超400万元。 亚族连官方都曾点明对他的善举,予以肯定孩子的15小时11万公益之路。 捐款超过400万高雷雷,用实际行动助孩子们成长我们为他点赞。 今天,他晒出的这张美丽的捐赠的云南农川县21球场,又为山沟沟里的孩子提供了踢球,运动的场所高雷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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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